黄子娇去年陷咪兔风波 追踪因部分市政不足 因祸不起诉 但却被查获购买布衙影片 其中高达七部主角 是为成年少女 引发外界一片他发 其中一人领雨期带头发生谴责 而他事后道歉发文称 希望大家再给一次机会 并用力监督他 忍止不住大众的怒火 而棋子孟格如也出面发声 强调黄子娇真的做错了 感谢相信他回过的这些人 但也称这段婚姻是自己选的 会承担自己的选择并且陪伴他 好大家辛苦了我是耿如 很遗憾今天早上的世界 那很多状况我觉得 我也还在努力的厘清和了解当中 那至少我认识焦之后 我觉得他有非常努力的在做改变 还有很努力的希望给他一些 正面好的能量 那以前的事情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还有空间 然后谢谢大家关心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所以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会一起面对 然后一起弥补 可能曾经犯过的错误 谢谢大家辛苦了 八字房组整理报导